北京地铁所有线路的终点换乘站 它是什么样子? 威风带大家挨个的一探究竟 今天咱们去地铁北京西站 它是7号线的西端终点站 也是7号线和9号线的换乘车站 我现在是在湾子站 下一站是终点站北京西站 7号线已经开通了7年 客流看上去不是很多 7号线全长40公里 共有30座车站 向东可置欢乐谷景区 终点为环球度假区站 北京西站在开通时 曾是亚洲规模最大的现代化铁道客运站之一 很多人来北京的必经之地就是北京西站 北京西站的位置是方正的 铁路为东西向 设有北广场和南广场 按照上北下南来说 这个印刷的街区图应该是向右旋转了45度 地下一层是站厅层 地下二层是站台层 在地铁9号线的电视大屏上 显示着列车在一分钟内进站 经常坐9号线经过北京西站的乘客 应该深有体会 那就是地铁列车在快到北京西站时 速度特别的缓慢 基本上是从上一站行驶到西站的中间位置的时候 就快要停车了 然后慢慢缓速前进开进西站 就好像火车要进站的感觉 开这么慢的原因 或许是地铁所在的北京西客站的最下层 上边的站房有50万平方米 西客站设10座站台 共18个站台面 20条滚道 难以想象地铁车站需要承受多少的不均衡重量 在这下车的乘客 大部分都是去西客站乘坐火车的 基本上每个乘客都拉着一个行李箱 左手边是7号线的终点站 右手边是9号线 9号线往国家图书馆方向的手末班车时间是5点20和11点 特别提醒一下来此站的乘客 在北京西站的地铁站内是没有厕所的 现在去站厅看一下 其实在站厅刷卡处站几十米处就是有厕所 站厅是南北向的非常规整的长方形 长度大概200米,宽几十米 出北广场是有高铁动车和普通列车 以及城市副中心线 南广场大部分都是高铁动车 按正确的标识出去 会更快的到达你的后车室 北京西站在1993年开工建设时就预留了地铁站 北京西站于1996年1月21号开通 位于北京市丰台区 和天安门的直线距离是7公里 地铁9号线于2011年12月31号开通 地铁7号线是2014年12月28号开通 并且和9号线10线换乘 地铁站内虽然没有厕所 但是可以买到饮用水 还有饮料和礼物花、盲盒、ATM机 这两个同台换乘的站台 都是通过站厅层来换乘 现在去到另一侧站台 此站台是7号线的始发站和9号线 9号线往郭公庄方向的手末班车时间是5.49和23.29 7号线往环球度假区方向的手末班车时间是5.29和22.59 半程为23.14 地铁9号线战数不多 全线共13座车站 已经开通了10年 6截车厢的9号线 相比7号线的8截车厢来说少两截 9号线的早晚高峰更是车小人多客流很大 感谢收看本期视频下期再见 应该下期待